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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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倫頻道已經開始挑戰0-8000 地獄級的零資源練等挑戰啦 無課金、無輪騷、無站地裝 以全新手角度開練 每週六開定一支200等 除了有痛苦的練等過程之外 還有職業順序與練等方式 讓你隨時隨地入坑沒煩惱 最後練到8000戰地後 還會把帳號抽出去給幸運的觀眾 記得訂閱肯倫YT與追隨FB IG粉絲團 才有資格參加喔 首先在核心實測之前 先跟大家簡單介紹 影片中專業術語還有製作流程 無轉四季 是指每個職業無轉後獲得的 四個專屬技能 核心系統分類為技能核心 強化核心 一顆強化核心會有三個技能 會隨著強化核心等級而提升 而一個核心最多強化25等 每個技能最高可到50等 可以藉由多顆強化核心來提升 完美核心 是指一個強化核心內的三個技能 都是你所需要的 因為每個人想要的技能可能會不同 二合三季 是指兩顆核心就能將三個技能升到50等的簡稱 但注意每個核心都有一個技能名字 而每個技能名字的核心只能裝一顆在V矩陣 四合六季 是指四個核心就能將六個技能提升到50等的簡稱 六合九季 是指六顆核心就能將九個技能升到50等的簡稱 背注說明 V矩陣的藍位可透過藍位強化額外提升5等 所以兩個核心藍位可額外提升10等 因此一個技能強化的最高等級其實是60等 為了避免之後核心實測的問題 影片內容只會依據強化核心實際可提升了50等來說明 不看藍位強化的額外提升 接著來介紹本次的主角卡莉 Savior改版後推出的最新職業是雷浦族的盜賊 華麗的招式以及強大的位移技能操作性極強 所以就當作第38級的主角 卡莉可製作的技能有9個 但這邊只會推薦四合六季 究竟會花費多少顆核心呢? 接下來會推薦卡莉四合六季給大家參考 藝術、亂五、星月 卡莉的主要技能之一 亂五是卡莉主要的打王戀等技能 星月可配合虛空技能減CD 技能20等打怪數量加1 技能40等無視防禦20% 虛空衝刺 卡莉的位移技能 短CD的連續位移技能 可連續使用3次 配合星月最高可使用6次 技能20等打怪數量加1 技能40等無視防禦20% 魔咒 橫掃 分裂 之怒 卡莉的環刃技能 橫掃可向前方丟環刃 並向後跳躍 可用虛空消位移 分裂可向前丟出扇形環刃大範圍攻擊 之怒可向周圍施展環刃 無差別攻擊 可短暫滯空 技能20等打怪數量加1 技能40等無視防禦20% 以上3個技能是二合三技推薦 共鳴 隱刃 卡莉的被動技能 共鳴透過魔咒技能 將生成的查克里進行攻擊 隱刃是使虛空技能命中時 給予自身BUFF 技能20等暴擊機率5% 技能40等無視防禦20% 虛空突襲 卡莉的攻擊技能 向前方挑出4個殘影攻擊 使用石灰隱身 技能20等打怪數量加1 技能40等無視防禦20% 死亡綻放 卡莉的超技能 是一個放置技能 會持續攻擊周圍的敵人 並產生查克里 技能20等暴擊機率5% 技能40等無視防禦20% 以上就是卡莉的四合六技推薦啦 卡莉的可製作技能只有9個 在製作上是超簡單難度 第一波就開到所需要的完美核心 第一個推薦二合三技是卡莉的核心技能 光是這三個技能 練等打王都能大幅提升 因此能先做這三個就先做 等級提高 核心難未增加 就能夠放上比較輔助的四合六技 也因為只有9個技能 想做六合九技也不是不行喔 如果覺得這邊推薦不合心意 大家可以嘗試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核心搭配喔 製作上因為技能的搭配很多 我會建議第一波開完沒開到指定的完美核心 可以選擇將其中一顆吃起來累積 等開到完美核心之後 再全部吃給確定的就好 比起分解成碎片更有效益 來 藝術 亂舞 新月 看一下這個 再來是虛空衝刺 這個虛空衝刺 魔咒環刃很少 這個這個 很少分裂之怒強化 好 有了找到了 虛空衝刺 魔咒 看他們哪一個比較多 43 42 哪這個呢 36 好那就這個 再來 初始化 共鳴隱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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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綻放 死亡綻放 跟虛空突擊 這個 喔有耶 都有耶 都有耶 該有的都有 這麼好的嗎 來看哪一個比較多 33 34 40 好 這個鎖 跟這個鎖 好 接下來呢 就是要分解了 OK 好 那我們就繼續開吧 找到完美合金了 四合六計 對 好 最後一個 這個 完成 全選分解 哇 還有4000多顆喔 真的假的 我們已經做完了耶 應該是要5個 好了 各位我們做完了 我來看一下我們畫幾顆核青啊 我們 完成了 兩次 這個 這個 卡莉的 四合六計 以及五轉四計吃滿呢 我們開了1752顆的核心 然後還有2000多個碎片 所以呢 我其實保守估計大概1600顆呢 就能夠輕鬆完成 這個 卡莉的五轉四計 以及四合六計 當然 他只有九個技能嘛 所以 你等級練高了 想裝六合九計 也是沒有任何的問題的 如果你想要的話 不過那六合九計的技能 好像並不是很常用喔 好吧 以上就是卡莉的核心製作實測啦 將五轉四計與四合六計升滿 總共花了1752顆核心 過程我們有將所需的共通技能都留著 做完還有2000多個碎片 因此1500顆應該就能夠輕鬆完成 保守估計的話 準備2000顆應該就能夠把祈禱吃滿 睽違一年多 終於推出新職業 卡莉也是相當有趣且直觀的職業 如果你是新手玩家 可以挑這隻來體驗風之谷 尤其是暑假 除了有卡莉的專屬獎勵之外 還有許多活動資源 讓你能夠更快提升等級與傷害 希望這部影片能夠幫助到有需要的豐友們 如果你們有想看哪幾個職業核心製作實測的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喔 好囉 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啦 大家掰掰 我們來補忘了 一再補忘了 就是 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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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